那我覺得就是說現在已經很多人來搶 這個就是要搞在在動這個腦筋喔 他們突然發現何慧斯堡 以前有何人說何慧斯堡是說他可以再利用 那也完全是騙人的喔 日本搞了12兆錢也都沒有 完全不可能再利用的喔 那他現在台灣現在是一萬大家就是在做 因為大家都也都是專家 所以都不會輸喔 可是他燃燒 就他們原來也有毒 可是燃燒號是燃燒前的一億被毒 要百萬年才會無毒化 然後他這個其實就是以輻射生成物質量喔 我不是說他是是跟核彈 是以輻射物質生成的量 是廣島原子彈的就是是二十幾萬顆的 然後如果你不讓他們提前出 而且這個就是台灣的化工教授算法 也跟日本一樣的話也可以算出這個數字 然後你到2025年的話就兩萬三千數 那你知道這個這兩萬三千數是非常非常多 我剛開始反核 我是從三一之後才開始反核的喔 以前真的是很無知的人 那我剛開始反核的時候 我採一萬三千數快要一萬四千數 那一下變成到兩萬三千數 他有多貴 那就像你知道處理這個一數 一數你將來是一數叫幾千萬才處理得掉的 大家都你只要看看那個原能會他們 不是台天他們在說多貼 好他們去年一直拚命想把他 因為那個燃料池爆滿 他們想把他拿到法國去處理 去處理 他其實不是去處理啊 處理根本是騙人的 因為台灣有沒有夢可以燒夢死燃料 那個不油混合物的肉爐 他拿去只是去放個幾年 而且法國現在也不讓你放了 他們2026年新的法律已經不可能讓你放了 他那都是騙人的 他只是要稍微從那個就是池子裡面 趕快把它挪掉一點出來 因為滿了 不然他就只要停機 停機他們那些核電幫的權威就喪失了 那他們的就是未來採購啊 或是想要研議的那個夢想就泡成泡泡 所以他就拿去 那你知道那種燃料光的一數 他的原價是只有一百萬台幣 他拿去處理的話 一數是只是去放個幾年就要一千萬了 未來你在台灣他你要放 搞一個很安全的設備 或是要讓他一直維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一數大概將來 一數就是幾千萬 所以我覺得台灣就是未來核廢 還有拆盧也是喔 廢盧 廢盧現在已經包括法國啦 他超那個超級鳳凰 或是所有英國 他們估價都是三倍以上 因為現在核電工的知道 你知道那個都是 要用核電工的生命去換的 要拆盧 他是原來造價三倍 所以真的核是還好沒有啊 他3000億 3000億蓋的 最少要營造也張 他只要稍微報告一下 他不是處理爐 一下子就要用掉營造也張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完全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騙局啊 所以我從一開始我就說 台電 台電所以五毛錢 我覺得是五十塊 而且是一個無限 所以才會日本四個首相都說自己上當 這個處理核廢的錢根本是太可怕 核電是最安 最不安全又最骯髒 然後又是最昂貴的一種電源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你要趕快 就是說現在每天在說 要處理最近就是黃國昌 或是在我們在北海岸的一些環保潭的朋友 也把這個問題替給台灣來思考 那我覺得這個基本上的問題是說 台電他們非常非常恐怖 他們這個就是海蘭與河會 因為這我有跟一般朋友講 然後這在場內 那這就是用過藍尿棒 藍尿棒尿根差不多就是四公尺左右啊 當然大家都知道 那也知道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藍尿棒是一個過激的狀態 它已經是一個設計規格的四倍啊 那所以就是兩三年前 那個法國世界報也已經提出說 台灣的我們不是只有核電廠 是全世界最危險的 我們現在藍尿棒的儲存方式 也是全世界最危險 隨時會釀災 那因為這個其實都